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称之为外角 与先前所学的内角概念不同哦 外角具有什么特性呢? 与内角又有什么关系? 这堂课我们就来好好认识吧 从第一个转角来看 角ABC的内角 当我们将三角形赛道的AB边做延伸 转往后与CT边所夹的角E 就称为角ABC的外角 若此内角角ABC为50度 狐狸猫,你知道角E为几度吗? 因为延长线段AB所形成的角为平角 内角与其外角相加为180度 也就是互补的关系 从这个关系我们可知 内角角ABC加角E等于180度 50度加角E等于180度 角E等于130度 我们逆时针绕赛道 可得外角 角1、角2、角3 如果我们换个方向绕 可得到另外三个外角 角4、角5、角6 它们与原先的角1、角2、角3 有什么关系呢? 角1、角2、角3为一组外角 角4、角5、角6为另外一组外角 也就是每个三角形都有两组外角 顺直针画可得一组外角 逆时针画也可得一组外角 把图形组合在一起会发现 因为对顶角相等的关系 所以角1等于角6 角2等于角5 角3等于角4 答案为1 三角形内角合为180度 所以角A加角B加角C等于180度 即130度 即130度加角C等于180度 所以角C等于50度 又从外角特性 可知每一个内角都与它的外角互补 所以角C的外角等于180度 减50度等于130度 答案选D 恭喜你答对了 了解外角的概念后 狐狸猫 我来考考你 在三角形ABC中 若角A的外角为110度 角B比角C大30度 则角C是多少度 在解题之前 我们先复习刚刚所学的概念 从外角的特性可知 每一个内角都与它的外角互补 如果角A的外角为110度 则代表角A是几度呢? 角A等于180度 减110度等于70度 没错 那三角形内角合为180度 那三角形内角合为180度 答对了 假设角C等于X度 角B比角C大30度 角B等于X度加30度 由三角形内角合为180度 可知角A加角B加角C等于70度 加括号X加30度 加X度等于180度 100度加2X度等于180度 2X度等于80度 X度等于40度 角C等于40度 答案为A 由内角与外角互补的关系 可知 角A等于180度减72度 等于108度 三角形内角合为180度 角A加角B加角C等于180度 108度加角B加角C等于180度 角B加角C等于72度 右角B等于角C 所以角C等于36度 答案选A 你答对了 在三角形ABC中 若角B的外角是120度 切三角A 切三角C等于2角A 小树蛙 你知道角A是多少度吗? 从内角与它的外角互补的观念可知 角B等于180度 减120度 减120度 等于60度 假设 假设角A等于2角C等于3分之2 X度 右内角核为180度 右内角核为180度 角A加角B加角C等于180度 X度加60度 X度加60度 加3分之2X度 等于180度 3分之5X度 等于120度 X度等于72度 角A等于72度 没错 看来你们都会外角概念的应用了 答案为A 假设角A等于X度 角B等于2X度 由内角与外角互补的关系 可知角C等于180度 减90度 等于90度 右三角形内角核为180度 即角A加角B加角C等于180度 X度加2X度加90度等于180度 3X度等于90度 X度等于30度 角A等于30度 答案为A 你答对咯 我们再来复习一遍外角的观念吧 三角形以内角的一边和另一边的延长线 所夹的角称为这个内角的外角 而且 而且每一个内角都与它的外角互补 并且三角形有两组外角 顺时针化可得一组外角 逆时针化也可得一组外角 对定角相等于相等的关系 所以 角1等于角6 角2等于角5 角3等于角4 希望这堂词 你能更了解三角形的外角 那我们就下堂课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